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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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定要好生学习 你一定要记住 自古以来 帝王都是在艰险中得天下 却在安逸中亡国 你一定要切记才是 皇上 陛下要的金翅鸟 在黄山补得了几只 地方官太快马乘上来了 给十七公主送去 是 陛下 陛下 未争求见 快请 遵旨 魏征敬见 臣 魏征 叩见五皇万岁万万岁 魏爱卿 你的十字书写得何等好 哪里哪里 朕把它放在岸上 当作一面宝镜 以随时静见自己 陛下 过于了 你把人军比成船 把百姓当作水 水能载咒 也能覆咒 这个比喻 足以让百代君王引以为戒 说得好啊 陛下 微臣刚才听说 地方官在黄山抓捕金驰鸟 专程派快马送入宫中 可有此事 呃 有 陛下 微臣的十四书 第一条便是 见可遇 则思知足 以自尽 就是劝借皇上 见到可遇的东西 应该知足而物烂取啊 这十七公主喜欢金驰鸟 不是朕 是哄着孩子玩罢了 陛下 上有好者 下笔甚烟 这可绝不是件小事啊 来人 让黄山送鸟的官员 将这些鸟如树带回 放生 一枝也不能少 是 一枝也不能少 爱卿提醒的很及时啊 如果这几只金驰鸟 不如树退回 用不了三年 天下的金驰鸟 全让他们曝光了 到头来还不是朕的过错呀 陛下言重 这大国 如彭小仙 爱卿是要让朕亲自说出来 你才满意 朕想通了 刘公公 魏大人 黄山送了个金驰鸟 给十七公主留下一只 如若有人问起 就说死了 这 皇上可是吩咐了 说这金驰鸟 一只也不能少的 要退回黄山 这七上蛮下 这合适吗 原本皇上是为了哄十七公主高兴 你偷偷留下一只 不就成全皇上做慈父的一点爱心吗 这点责任 难道你都不愿由皇上承担吗 不不不 只是既然如此 您怎么不负担这责任呢 你我彼此职责不同 这件事你是责无旁贷 陛下 吴王克和太儿的年龄相仿 可几年后 他却要离京赋任 远离他的生母 臣妾觉得不公 那皇后的意见呢 如果能让克儿留在长安任职 不仅能发挥他的才干 也免去了杨妃的相思之苦 陛下意下如何 太儿现在在忙些什么呀 太儿正在着手筹划 扩地制着编撰 我跟他说了 无需为那些梵文入礼 天天来中宫请安 太儿小小的年纪 就知道如此刻苦用功 攒言协位 真甚感欣慰啊 太儿还跟我说呢 说他要把理想放低些 不要好高骛远 要孜孜不眷地去追求 说得好 说得好啊 我看太儿将来一定会是一个 智邪严谨的学者 要是成前能像太儿那样 有刻苦用功钻研学问的认教 那将来做一个贤君 是绰绰有余了 陛下对于成前 还要多多鞭策 督促才是 使成前也能早日成才 当年朕还是秦王的时候 身边有十八位 学士优秀的臣子 正午之下 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和研究学问 现在朕把这十八学士中的佼佼者 选派到东宫 目的就在于 借助他们来开导成前 对于成前 陛下真可谓是用心良苦了 其实啊 一匹豪马 就是在鞭子的影子之下 也会跑得很快 比方说太儿 还有科儿 成前不喜欢读书 是我甚感忧虑啊 陛下对成前多费心了 臣妾也会经常督促他 相信成前一定会有长进的 皇后 你相信报应吗 陛下何出此言呢 我常常在想 痛定刺痛 玄武门之变 会不会在成前这一辈重演呢 不 不会的陛下 陛下过滤了 我说 我想在宫中 为尹太子建成和赐王元吉建一个灵堂 再请一些僧人 做做道场 来为他们朝度 冲一出 皇后以为可行吗 这是大德大人之举 当然可行啊 可是国舅向我建言 提出了相反的意见 陛下有意要去做的事情 尽管去做就是了 为什么要在意吴稷的话呢 吴稷是皇后的包凶 在战略年代 我们就是亲密的伙伴 弦武门启示 他又是发起人之一 我一直想授予他宰相的职位 他的话我怎么能不在意呢 陛下 臣妾一向以为 外戚掌握大权 对朝廷不利 宰相这样的要职 不可轻易授予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的话 如果可听可不听 陛下 尽可以不听 皇后的胸怀 真是比男子汉大丈夫还要宽阔 这是朝廷之父 社稷之父 也是朕的福分啊 陛下过誉了 朕有件难心的事 还要请皇后 帮着拿个主意啊 臣妾曾闻 母鸡私沉 家必灭亡 家国之事 臣妾不义多言 但凭陛下定夺 说来啊 这也是皇后分内的事 既是臣妾分内的事 不妨陛下说说 朕是指代积的事 啊 陛下对代积的感情 可谓是最为特别的了 皇后可知道 朕对代积的心计 臣妾不善揣渡圣仪 但从陛下这些年 对高阳的宠爱来看 陛下在任何情况下 任何时候 都会对代积存有测饮之心的 唉 测饮之心 人之端饮 更何况是对代积啊 这些年来 她的病依然如故 毫无转机 陛下 是想治愈代积的病 使她能够平静下来 是啊 她就像一座火火山 随时都可能爆发 这是朕放不下的一块心兵啊 既然如此 臣妾倒有一个主意 好 皇后有什么好主意 说来给朕听听 陛下可以去净土寺 选一位僧人 被代积引路 如果代积能与佛结缘 也许她的内心 才会真正的平静下来 嗯 嗯 嗯 看什么看 还不看庄中 看什么看 这边有一件小事 想请法师定主 陛下请讲 朕想请一位沙密入宫 为一位命运多结的皇妃 隐隐落 顿入空门之路 请法师在弟子中 则以高徒入宫 贫僧的弟子中 悟性最高的 当属便机 只是 年龄少了些 即使宣装法师的弟子悟性又高 年少些无妨 将来 宣装法师 留步吧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便机 便机 我要跟师父去印度 王上不准 师父拿不到西行通蝶 我知道 即使师父拿不到通蝶 也是要去的 偷偷出关 有违堂律 僧人犯法 与庶民同罪 师父不怕 弟子何惧之有 你小小的年纪 哪知悉行路险呢 我要随师父同去 不让师父孤身上路 你还小 体力和精力都还不成熟 师父说过 我天赋过人 你不懂梵语 到了印度语言不通 如何学佛 我一定把梵语 学懂弄通 这几部梵文书 你把它学懂易通 师父就回来了 师父都回来了 我还学得何用呢 师父取回的真经 都是梵文 还要 义梵为汉 到时候 你不想做一个 易经的大德吗 想 好好读书 光阴在书里面 过得最快 什么人既敢当年阻拦我车架 原来是个杀民 怎么不好好踢你的马 叫到街上挡我的路 明明是你的马跑得太快 惊了我的马 建了我的车架 不知回避 还敢嘴硬 小施主的话 未免太没道理了吧 你叫什么 小施主 我不是什么小施主 我是高阳公主 我是大唐皇帝的十七公主 你知道吗 不知道 那你现在总该知道了吧 都怪我 为何 我 我 我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孩子嘛 天啥 你把孩子还给我 你还给我呀 你不还给我我饶不了你 你怎么不说话呀 安路王 河洞王 武安王 收纳王 举路王 五个孩子 五个 就成无子和子 Watch 我的女儿 我的女儿在哪儿 我的女儿在我的怀里 谁都拿不走 女儿 我请给你唱歌 小和尚 是个小和尚 怎么会是个小和尚呢 我是来讲佛的 小小年纪会讲什么佛 佛在日常中 在谈天说地里 在农人的种子里 在织布的梭子里 在一餐一饭 一滴水里 在我们的梦里 有意思 真有意思 那你说说看 那就好比这炸子 它是用来囚禁你的身体 还是用来囚禁你的灵魂的呢 不对 囚禁不对 没有人能够囚禁我 我是这后宫里最自由的人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不用思前想后地说话 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做事 我很自由 我不愿失去这自由 是这栅栏给了你如此的自由 于是这栅栏就是好的 是这样的绝对是这样的 这是好栅栏 没有这栅栏也就没有了自由 我懂 你要的是灵魂的自由 而你现在正拥有着自由 你不愿意失去它 而愿失去身体的自由 我从来没认真想过这些 你都替我说出来了 你的悟性很好 我愿意为你讲佛 你很聪明 我愿意听你讲 有人来了 有人来了 我愿意的 你是谁 我是大唐的公主 大唐的公主 第几位公主 十七 我是十七公主 武德十年生人 不对 是贞观元年 武德十年四月甲子 陈时 是贞观元年 现在是武德二十二年 你是武德十年生人 没错啊 是武德十年 你说的那是老皇帝了 根本就不曾有过什么 武德十年 武德九年 我父皇就登基了 第二年就改愿为贞观了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 武德九年 宫里发生过一件大事 是选我们吗 对 对 是选我们 死了好多好多的人 是故城堆 血流成河 第二年 第二年就有了你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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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全是秘密了 连城观总不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 我什么都知道 你来呀 你过来我告诉你 你过来呀 小祖宗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走走走 我的小公主 你自己就可要了老人的事 走走 你把他还给我了 你放开 我杀了你 你把他还给我了 走 你干嘛呀 回去 放开我了 走 弄疼我 快走 走走 干嘛 走走走 那女儿是谁呀 她是个疯子 疯子 对 是个疯子 真吓人哪 吓人可不是吗 公主以后别到这地方来了 你想想万一出点什么事 老母我怎么向皇上和皇后交代 公主你说是吧 快回去吧 回去啊 回去吧 我会耐心的等你梳理好思绪 我会帮助你的 这是我来这儿的目的 小小年纪 懂得什么呀 我的名字叫变机 变机 对 变机 我能辨别这人世间的一切玄机 变机 变机 变别玄机 太儿的文学馆 说话就要落成了 看到太儿高兴的样子 臣妾也感到欣慰 朕要为太儿 选遍天下的学者 扶其著书 臣妾以为 陛下对太儿的宠爱 似乎超过了城前 是这样吗 太儿不会辜负陛下的期望的 城前那儿 陛下千万不能放松 原来天色福的十八学士 都全数移植 城前的东宫了 真是用心良苦啊 只是不知道城前 有没有鸿鸿之至 父皇 母后 高阳啊 一大清早到处乱跑 什么事这么慌慌张张啊 来高阳 到母后这儿来 看你跑着你脑门子的汗 来 我发现后宫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啊 北宫有个大屋子 大屋子里有木炸狼 木炸狼里关着一个女人 你们猜那女人是谁 谁啊 是个疯子 疯子 一个疯了的女人 一个长得很美的疯女人 她跟你说什么了吗 她说 对了 她说我是武德十年生人 武德十年 我说不对 是真观元年 可她还说什么武德十年 四月甲子 陈时什么的 母后 我到底是真观元年生的 还是武德十年啊 当然是真观元年了 那四月甲子 可不 我的生日不就是四月甲子吗 是四月甲子 可不是武德十年 四月甲子 陈时 母后 我是陈时生的吗 啊 母后 记不清楚了 只记得 高阳出生的时候 太阳 越升越高 越升越高 等升到老高老高的时候 高阳就生下来了 那你们挺神的 她坚持到的生日 神经兮兮兮之人 说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往往种地 这也是常有的事 是是 这是常有的事 他还跟你说了什么吗 他还说 对了 他说武德九年六月 宫里啊 发生件大事 他说 以前我们死了好多人 尸骨成堆 血流成河 第二年就有了我 是这样吗 母后 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 哥们就没那回事 以后啊 不许你再去被宫 不许听那个疯女人 胡说八道 听见没有 听见了 破花 你再赢我的血吧 你用我的血 在滋养你的魂灵 拜天你坐在龙椅上 你自残行贿 夜里躺在龙榻上 玉慧难填 你这么日历 天经地计 难忍解熬 哈哈哈哈 谁也就不要你的流魂 混成东西 你心脏就早报应了 你心脏就早报应了 我心脏就早报应了 陛下 玉医来了 陛下 退下 我们都出去 陛下 我没事 带极情况如何 回陛下 带极的精神还是时好时坏 前几天 你替朕想个法子 让他镇静下来 哪怕是一会儿也好 陛下的意思是 我要跟带极误蔑 在他清醒的时候误蔑 陛下 这是万万不可以的 一旦待机病体复发 义政至极恐怕难以控制 轻则触动龙颜重则 这个你不必担心 好 臣试试卡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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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看 金赤鸟 哪儿来的 奴才私下留的 你怎么可以 奴才就留了这一只 伟政知道吗 这正是卫大人 让奴才留下的 是 公主睡着了吗 公主睡了 陛下 在试试下 能跑更快的 还可以 咱们 那 我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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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女儿 我们的 一个美丽 说她的生日 不得十年 四月夹子 陈时 一眨眼 她就不见了 是个白日梦 她还会来的 来入我的梦 不是梦 她真的来过这儿 就站在这儿看着你 和你说话 是她 是的 我 她真的来过 她叫什么名字 她叫高阳 高阳 高阳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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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见她 我要见她 她什么时候再来 告诉我 我要见她 不会 不会 为什么 你会跟她说什么呢 说你是她的母亲 说她生于武德十年 说她的父皇 是杀了太子建成才做上皇帝的 说我 是杀了长兄娶了嫂嫂 然后有她高阳啊 难道不是吗 她会相信你说的 这些吗 她能够相信百万宠爱她的父皇 万民拥戴的大唐天子 是你所说的这个样子 我说的都是真的 她为什么不相信我 我是她的母亲 她的生生母亲 她一定会相信我的 她一定会相信我的 她不愿意相信 就可以不相信 因为我宠爱她 没有人不知道朕的十七公主 是如何受宠的 也没有人不知道 她是当今皇后的亲生女儿 皇后 你是说长孙皇后吗 还有哪个皇后 我的女儿 管长孙家的女人叫母亲 是叫母后 她的母亲是皇后 她是皇上和皇后的掌上明珠 她不会相信 也不愿意相信 和你有什么联系的 她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啊 她会相信她的母亲是一个疯子 她愿意接受你这样一个母亲吗 我不是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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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天天在这里罕见成无子 骂我是昏君 天杀的昏君 这不是疯子又是什么呢 你为什么不杀了我 你杀了我呀 我要留着你 就是不杀你 因为只有你敢骂我 敢接我的创罢 让我想起以前的罪过 你就在这里替剑城原籍的亡灵祈祷吧 替玄武门的亡灵祈祷吧 为我的罪行忏悔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我心里的伤疤 会越来越硬 越来越硬 越来越硬 我要尽了羽 鹤世 我も curtains 走 蜜色 天涯 是雨和烟 望月与春 爱有多远 就在今天 爱有多远 就在身边 爱有多远 就在你我之间 冷眼滚滚 明明年灭 爱有多远 映红了脸 众生云云 心碎日圆 爱有多远 就在今天 爱有多远 就在今天 爱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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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你我之间 爱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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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